原标题 他上台领奖 网瓜胡子 激动到语无伦次 却获无精的呐喊 他上台领奖 网瓜胡子 激动到语无伦次 却获无精的呐喊 在娱乐圈之中 许多颜值高的小鲜兽 都是通过一部剧就得以爆孔 成为人气明星 但是也有许多明星 都是凭借自己的真实实力 从一个很小的角色 成为一个人气明星 在他们成功的道路上 充满的艰辛和汗水 众所周知 王宝强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实力演员 他在娱乐圈之中的发展 就是一个真正的榜样 从一开始的一个跑龙套的演员 没有一个十分精致的武官 并且说话还带着方言 在最初并没有人在意他 也从没有关注过王宝强 因为对演绎的热爱 他在每一部剧之中都是非常的努力 最终获得了许多的国际奖杯 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在许多电影之中的他 都是非常的用心 在出演人在景图时 王宝强曾喝下了别人喝过的半瓶牛奶 这个场景是他获得了许多人的赞赏 对于这个充满演技的实力派 许多人都表示愿意支持他 而且他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 创造出来了许多的优秀的影视作品 在最近的一次颁奖活动之中 可能是由于王宝强最近的事情比较多 竟忘记了瓜骨子 而与平时相比 这次在登上讲台的他显得有些拉的 因而许多网友都评价到宝强 你经历了什么 在宝强发言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这个将来的比较突然 超乎了自己的预料 语气十分的激动 在颁奖的现场 有许多娱乐圈的大佬 其中作为王宝强的幸运导师冯小刚表示道 对王宝强充满着许多的希望 也对自己所培养出的这个好演员 而感到欣慰 在场下的表情十分的认真 而这位大哥犯的大佬 成龙大叔则是还是与平常一样十分的严肃 当宝强说的我从小的时候 就是看成龙电影长大的时 镜头下的成龙还是一脸的严肃 让我们不得不对这位大哥所敬畏 同时在现场上 王宝强发表了自己对演技的一些看法 他说 演技就应该多加一些阳刚之气 动作也应该充满男子的气概 这句话也赢得了台下许多人的掌声 毕竟在中国电影界中 充满阳刚之气的吴京就很认同 他当场就为王宝强所呐喊 鼓励加油 小编认为宝强在娱乐圈之中 的演技可以说也是很好的了 不知道大家对宝强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